刚刚这个你把Big 5放进来的话 我发现好像会有问题 我们放Big 5不行 后来呢我就查了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在那个VBA里面 它会有一个说明文件 在这个上方 在Visual Basic里面 会有个这个问号 其实呢官方的说法全部都在这里 其实里面包含的非常详尽的说明 那比如说你可以打上什么 像我刚刚就输入一个全形 也许全形函数 我发现不行那怎么办呢 我就在这边输入一个全形 空一个函数好了 这边当然你可以类似像Google一样 Google也是这样 不过Google得到的答案不见得是你要的 那这边的话呢 第二个其实就会出现什么 Walkshoot Function DBCS 然后它一样就是DBCS方法 其实你会发现 居然是一模一样 就是把半形转成全形 那我就试了一下 其实我试了第一个 就是我把那个BigFive改成DBCS 執行一下 居然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其实我这个可以清除 清除当然可以 两个都清除 B栏跟C栏都清除 B栏跟C栏 OK那把它清除掉了 那你会发现 先把半形执行这个OK 然后刚刚这个地方本来是写BigFive不OK 可是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OK了 有没有 我把BigFive改成DBCS就OK了 其实刚刚从这边找到答案 那里面的话呢 但是很奇妙的 你输入的是DBCS 可是它这边的话 会自动帮你转成BigFive OK 所以这个比较特殊啦 其他很少有这种例子 那也就是说 它可能在那个内建函数里面 它是有转换 它不叫BigFive 它叫DBCS OK 然后呢 另外的话 我们会产生另外两个 两个 就是把这两个范围清除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Sub 我也是从这边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你会发现 我希望把第二栏到第九栏的资料 全部清除 B栏跟C栏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这个给它一个范围 然后告诉它B栏跟C栏 把它清除掉 OK 这个范围就清除了 那除了说呢 你可以利用公式 你也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呢 我可以利用Application 点WorkshedFunction 特别是要这个地方 转为半型 我们取用内建函数 那也就是说将来 你在VBA里面呢 如果说 我有一个很好用的函数 但是呢 在VBA里面 没有这么好用的函数 可是这个函数是在我Excel里面 那我该怎么取用它呢 其实就像这个范例一样 那我可以怎么样 直接 当然这个地方 第一个啦 一样是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的话呢 我这边打得比较长了 转换 后面底线 取用内建的函数 那或者是说 你可以把上面这一段 复制贴过来 也可以啦 或者你这边 两个方法都可以 把这一段 有没有 复制贴过来 可以 然后改一下后面的名称 那特别注意哦 那个Sub 副程式的名称 是不能一样的 那 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上面是9啦 不过下面这边 改为一个什么 Range A2 向下侦测 它的列 这个地方主要是用在 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的列数 会变更的话 也许不一定 永远都是9 可能会是 更多 或者更少的话 那你这个数字 就不能用9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Range 用侦测的方法 那一般的逻辑是 游标放A2 Ctrl向下 它就会告诉你 现在是停在 第9列的位置 那同样的逻辑 在那个VBA里面 其实要怎么去实作 其实就是打一个Range Range指的是 我的范围 但是范围除了说 可以是 一个范围 也可以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我告诉他说 你帮我从A1或A2 A2这个储存格 向下去追踪 所以AND 打一个AND END 刮弧 向下 XL DOWN 再刮弧 点 告诉我它的ROW 它的列 是哪一列 OK 这样的话 就可以知道它的列 那它就会向下追踪 告诉我 它的列 是哪一列 回来的话 是9 所以2到9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一个9的数字 这个地方的话 它输出什么呢 2到9列 的B欄 输出什么东西呢 那你帮我 因为我现在要把它转成办形 那转成办形 除了可以用公式的方式之外 另外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直接去取用 那个内建的函数 那取用的方法 这边之外 这个地方会需要 先呼叫 Excel 那Excel 在VBA里面 它叫做Application OK 那其实它就是老大了 最大的就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 指的是Excel 然后Excel里面呢 这个物件 里面会有一个叫做Worksheet Function Worksheet 所以你这个地方 当然你Worksheet Function很长啦 但是你可以不用背 你只要记得Application 点 打一个WO 其实打那个WO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会给一个清单 叫Worksheet Function在这里 点它两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Excel里面呢 它有那个工作表的内建函数 Worksheet Function 指的就是工作表的内建函数 请你帮我全部叫出来 哪一个呢 点 它叫做A S C 有没有发现 也就是说呢 这个有点类似像什么 在那个资料边 在这个地方 资料边线插入函数的时候 它会帮你列出来 那如果说你这个动作 希望在VBA里面做出来的话 那特别注意就是前面这一串 再加Worksheet Function.asc 再来刮扶一下 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给我一个自串啊 那你那个自串的东西在哪里啊 那我就要告诉他说 我那个自串的东西在A栏里面 在哪一列呢 I列 所以你必须要叙述一下 那怎么叙述啊 一样打一个Sales 刮扶 我那个资料是在 一个储存格哦 那个储存格是在I列 因为这个I会慢慢跟着变嘛 先二三一直到九 所以逗点 那哪一栏呢 在A栏 OK 啊记得后刮扶一下 这样子 就完成了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跟这个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就知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法 公式的话 输出 你再来游标怎么样 把它放在这边一下 你会发现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动态输出公式哦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哦 用这个的话 输出 你会发现哦 我输出的变成什么 最后的结果了 OK 所以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 是把公式怎么样 放到这里面来 它会帮你在 有点像打勾执行一下 OK 所以这个输出是一个什么 公式 那这个的话呢是 它帮你怎么样 帮你 就直接 处理完毕之后 再丢给 我们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 这个输出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是会把 直接把Esser放过来 它并不会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那个什么公式之类的 OK 所以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公式 这个是取用 内建的函数 OK 那也许你可以甚至把这一段 剪下来 如果你要放一起比对的话 Enter 把它贴上 就是这个是取用公式 这个是取用函数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今天呢 这个 把半型改为全型 打错了 全型才对 那个型吗 不是 应该是这个型 OK 全型好 然后呢 执行过 这个时候里面是什么 一个公式 而且它会自动把那个什么 DBCS 改成BigFind 那如果说我要取用什么 取用它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 转为 这个叫转为 应该这个是 这打错了 这个应该是这样 取用 取用全型 这个转为全型 然后取用内建函数 所以一样 这个叫application.worksheet方言 点 打一个D 其实不能打BigFind 打DBCS 刮胡 它一样会问你说 那你一样给我一个文字 那我的文字在哪里 在这个B栏 有没有 所以打一个什么 Sales 刮胡 ID 里面的B栏 你去那里面找找看 如果有资料的话 去帮我转换 转换的结果呢 就直接帮我丢到前面 这个储存格 就是C栏里面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先清除一下 那一样先把我们就是先全形 先转为半型 再转为全形 OK了 那转过来的结果 它就是什么 如果我是用那个application 用内建的函数 application.worksheet方言 它最后会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就输出到这边 然后一直往下 这个是一个回圈 所以把它往下全部输出 那最后请各位就是再把它 输出成一个什么 清除 所以最后做出来的话 也许你可以做 1 2 3 4 5个按钮 5个按钮 要把这个部分来完成 那我最后的话 会把这一些程式码 Ctrl C 如果你要参考 可能有些同学 也许你功力还不够 没关系 就是你慢慢来没关系 回去的话 我会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BBA这边 这边把它贴上 贴上 但是它里面全部变红字 没关系 我会帮你把它 转成那个 你们看起来比较舒服的样子 OK 这个有个外挂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它的外挂就是 自动帮我把 那个原来黑白的 或彩色的 或是 自动就格式化一下 我等一下只会把 那我的习惯是会把 那个第一个 就每一段的 每一段的开头 全部都改成什么 帮你们 就是上面 只要是SARB的开头 都会变成那个初题的 让你们比较醒目 所以这边会有 12345段成4 那你等一下 如果实在是不OK的同学 你就直接怎么样 从这边选到这边 然后呢 Ctrl C 对不对 然后再切到你的 Visual Basic里面 怎么样 假设你的不OK Ctrl V一下 这样你就有了 那如果你要练习 也许你这边不太OK 你就把这一段删掉 练习重点就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 当然如果呢 你前面的OK的同学 我是建议你可以 从头到尾打过一遍 这样的话就完成 试试看 好